哈喽 大家好 很快就来到第五期的 Food Hunting 你们好 我是Vincent 我是统威 我是 难道你需要我还有介绍吗 好 现在我们在哪里呢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在哪里 大家看得出我在哪里吗 讲到叉烧叻 你们应该都不会陌生 可是 你们吃过玻璃叉烧 玻璃可以吃咩 玻璃可以吃 玻璃是不可以吃啦 玻璃叉烧就可以吃 我们现在就大家去吃玻璃叉烧 Let's go OK 今天特地来跟大家介绍 这里出名的一个主食 叫做玻璃叉烧 什么叫做玻璃叉烧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玻璃叉烧 刚才芝麻 满到肉下来 它满到水 听老板娘说 它的这个玻璃叉烧 是跟一个香港的师傅 携回来的 而且香港的师傅交代它 一定要切厚厚 为什么要厚厚呢 口感比较好 现在我先试试一下 这个芝麻的玻璃叉烧 这个叉烧 应该是特许过的 三层烧 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咬下去 它会自然的碰 我的这个是干盘面的 还有拌的盒面的 面的就是干盘面 面配玻璃叉烧 嗯 很不一样 这个干盘面啊 非常的道具 这个干盘面 可能是刮的那个 可能是有那种干盘的 是啦 打配它的这个叉烧 这个是一流啊 可是你们两个人的叉烧 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叉烧是一样 是另外的配料是不一样的 虎爷爷你这个是什么的嘞 我这个呢 它是用米盘本地的米盘 配它这个叉烧 我们的认为很合适 就是说那个米香 我们是在这边更重要啦 这个盘门公园 那个蛮著名的那个米香那边嘛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米香 这个米香满满 米香 我还不可以那个叉烧 还会来吃 这个米香这家鸡啊 它很脆啊 打配这个原本不会脆的这个叉烧 它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我这一碗是 想到是那个 花生口味的那个玻璃叉烧 听说那个花生啊 它是鲜甜鲜甜的 再加拿那个叉烧 超爽的 啊你看花生啊 花生是鲜的 还有那个叉烧 不甜啊 甜甜甜甜 又是另外一个东西的 会混合过去的都不错啊 OK来 现在要来尝一尝 这个吊雄冰物的主打 也就是他们的明星产品 这个抹茶 特别的那个雪花冰 它这个雪花不一甜 而且它有淋这个巧克力汁啊 非常地好吃 看它的雪花冰 老板娘胶带啊 一定要配搭这个 整块的这个 这个雪花冰 它加了雪花冰 哇 嗯 这个芝士本身是咸的 然后这个雪花冰呢 抹茶的呢 是带一点滋味 然后有点点的那个巧克力汁 所以三个不一样的味道 搭配起来啊 是不一样的 这个芝士的味道刚刚好 味道那种 吃了很腻啊 那种 吃了还是很爱吃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试飞到 小巧克力的雪花冰 来 董哥你先 OK 来 这个蛮可爱的 你看 它做的有那个雪 豆花 豆花还有 它的雪草 它麦香两个怪物 它那个 酥黄很好吃 哇 黑酱的雪花冰也是很好吃的 这个雪草也很好 它的口感很好 这边 现在有两道 这一道呢 一眼看过去呢 就是芒果 雪花冰 这一道呢 老板娘跟我讲说 是隐藏版的菜单 他死都不要讲 这道叫什么名字 他叫我们自己试 所以我们先试试这一道先 来吧 什么味道 黑豆 很陶醉的感觉 是不是 陶醉的感觉 火烫烫烧 黑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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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吃不出来 应该估计没有 没有这样的雪花冰 黑芝麻 对 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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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跟刚才那个抹茶是重变出来的 大型的 只是 炒了那个 这个限量榜 要吃要快 没有芒果 你吃不到了 芒果的 没有香味 太香了 吃完了那么多美食后 你是否发现里面有一个可爱的壁画呢 其实这幅壁画是由古镜著名的画家萧毅所画的 让小熊冰冬增加了更多可爱的气氛 很快又来到了文森 吃了这么多的鸡餐 我们素食可以放草原来 所以 下一餐带你们去吃 中餐 请守住我们每逢不定鸡餐 Good Hunting Subscribe